第一箱满了不意外啊 就是我们娃娃的系列 毕竟比较占体积 那我们玩这边呢又准备了第二箱 没有错啦 就是我们娃娃No.2 二号的箱子 一号码来区分啦 比较不会错乱 但毕竟都是透明箱子啦 其实好像差距也不大 哈喽大家好我是魔玩 今天我们魔玩挖宝序 一样要来跟大家分享 魔玩以前小时候所收藏的玩具系列 上次跟大家开箱到了第二个箱子 今天当然要来跟大家分享第三个 魔玩啦在上次拍摄完影片之后呢 其实有稍微看了一下 发现这边有一代啦 其实里面呢也全部都是玩具 魔玩一开始以为是一些早期的旧资料啊 什么之类的 结果打开一看呢 发现了不少宝物 未来的话 当然也会找时间来跟大家分享 今天还是先从我们这边的箱子 来跟大家做开箱 虽然魔玩每次跳来跳去 大家应该是看的蛮痛苦的啊 今天的话啦 我们一样上面的两个呢 已经跟大家分享完毕 今天我们就从第三个来跟大家做挖宝 一样啦偷偷拉开来先看一下 马上就看到早期的蜘蛛人 不过这个是盗版的系列 没有关系啦 先全部拉出来啦 再来慢慢跟大家做分享 打开首先看到的也就是早期蜘蛛人的系列 这样子蜘蛛人玩具啦 以前在五金行啦 是最容易可以买得到 单价也就是在50块 一次可以买到六只啦 CP值来说是很高的 不过做工来说 也就不能够要求太多 麦当劳以前的玩具 这个是溜溜球耶 有一段时间溜溜球是很红的 基本上在便利商店都有机会可以买得到 而且一定要有可以地球自转的 那麦当劳这段时间啦 也是推出了这个溜溜球的主题 比方的话还是做了一个 宝可梦的联名啦 魔幻记得呢 也就是不同颜色的溜溜球 这个的话啦 就跟着我们一只类型的玩具啦 放在一起 寒姆太郎的玩具 这个类似这种小钢猪的计分球啦 进到不同的位置啦 就有不同的分数 不过这个应该也不是正版的 可动系列的七龙珠 前段时间大家应该是蛮难过的 我自己啦 虽然接触七龙珠 没有到很多 小时候只看过几集而已 但玩具的部分也是没有少买 这个的话 记得是在国小的跳角市场买到 好像也是二三十块 比较小型的玩具来说啦 其实设计还算蛮精致的 都有做到这种双向的可动关节 脚步的地方呢 膝盖的位置也有在 特别做一个可动的关节 虽然七龙珠的玩具一直都很多很丰富啦 但小时候的东西啦 可以一直留到现在也算蛮开心的 小时候的豆片系列 魔王以前是收的非常非常的多 连着灌篮勾手呢也有 另外这边呢 还有一个早期的BB战士 没想到啦 也有推出这种豆片的系列 缩小版本的也有哦 早期的七龙珠 不过这个的话就比较算是台制的 哦 以前的鬼神童子 魔王非常非常喜欢这部作品 这边还有一个星际大战的旋风卡啦 也是以前吃饼干呢 里面就会附上的 魔王记得最有名的 应该是蝙蝠侠的系列 豆片的款式是非常非常的多啦 未来大家有兴趣的话啦 魔王也就会考虑拿到棚内啦 再来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 这边还有一个是美少女战士的 这一盒的话啦 也就先把他收到我们一只类型的玩具 这个第二排还在耶 是正版的数码宝贝娃娃 这些是比丘兽啦 以前数码宝贝呢 虽然公仔像是这种小人物的系列 魔王买到版是比较多 可是娃娃的话 魔王有印象啦 大部分也都是在百货公司所入手的 价格虽然比较高昂一些啦 但是呢 魔王以前对于这种娃娃系列 就非常非常的喜爱 而且以助攻来说呢 不愧是正满啦 还原度也是很高很高的 有机会连着吊卡啦 一起保留到现在 也算是很开心 这是一只有父亲神的狗狗 以前的娃娃啦 也算是创意满满 高版的战斗陀螺 以前39块 不过这个也是只剩下空盒而已 这个也就不用留了 前櫃KTV的热门歌曲排行 第一名孙燕姿 哈哈 这个也算是好久好久以前了 二三名都是周杰倫啦 以前凭这张券啦 是可以换一个什么 欢乐壶 不过啦 使用的时间是在 91年的1月25号为止 这边找到一截车厢耶 感觉跟之前没完找到的火车头 应该是相同的系列 那边的轨道稍微对比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和 尺寸感觉小一点点 这台应该又是不同系列的火车 好吧 先把他放在缺键箱 哦 这个三角龙 这不是一般的三角龙 这一支是侏罗纪公园的三角龙 可以看到他的右前角 这边有写了一个JP 也就是早期侏罗纪公园 所推出的系列 这个比较算是手指偶的类型啦 可以这样子来进行游玩 细节的环境度也是很高的 里面都是一些散装的东西 找到了一支很特别的人偶 可是他竟然在掉漆耶 用湿纸巾稍微擦一下 可以看到都是红红的 这支暂时先另外放啦 因为把他跟其他玩具放在一起 可能也会染红 这个是变形甲虫的系列啦 之前在好像第二集的开箱啦 有特别分享到 目前的话呢 也都放在基瘦的这一箱 早期难得的这版游戏网卡片啦 竟然保存到现在 不过啦 小抽也没有特别爱惜四个角啦 都有缺陷 以前的战斗陀螺 红到连鸡精都要送啦 小时候的这个凤娇鸡精呢 是专门推出给小朋友的 一次不到购买几瓶的 就会送这样子的赠品 数码宝贝 这只暴龙兽啦 魔王记得是正版所推出的 它是有一个可变形的形态 有点那次变形金刚 那以形态来说的话 应该是变成机械暴龙兽 图灵大补贴 这个应该就可以算是最早期的贴图啦 可以以简讯的方式来传送不同的图案 当时也都还是以黑白为主着哦 不过啦 这个每一次寄送呢 魔王记得费用也是蛮高的 警讯的话啦 是3块一次 价格是真的还蛮高昂的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唤起大家的回忆啦 魔王以前是没有用过 因为费用真的太高昂了 这个魔王很厉害的 这个魔王很厉害的 有印象有一段时间TOMMY的广告是非常非常的凶 当时有制作出这种不管是遥控车还是电动车啦 其实只要是TOMMY制作的这个故障率都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想起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啦 所以很快也就被淘汰掉了 TOMMY系列在制作遥控车好像都不是这么的顺利 两本非正版的游戏王收藏卡车啦 以前副厂也是出很多类似这种收藏的卡车系列 记得当时啦好像加价10块20块也就可以买到一本 不过卡片这边啦应该也不是正版的 一直分享盗版卡片啦 这边好不容易找到了三张是我们正版的 当时啊这个转卡机会出现麒麟王的卡片 这张的话其实也就像是七龙珠的万变卡啦 早期这种贴纸的系列 私下里面是还会有另外一层 第二张的话啦也就是我们宝可梦卡片 这张是正版的 以及最后一张早期数码宝贝的这种变换卡片 不过这张的是要单买一张是在20块 这边有一个MegaBlox的外盒 里面是没有东西 不过看一下说明书 啊魔王知道这一台是停在哪边 是在另外那一头的箱子里面啦 分隔两地 这个的话暂时先把它放在缺键箱啦 未来有再找到再把它收在一起 哦回忆满满 以前的巧克力球上面一定都会附赠这样子 钢弹的系列 这个是钢弹X的主题啦 那只要看左下角呢 这个编号6号 其实也就可以轻松对应里面的钢弹机体 像这一只的话呢 也就是射击状态的钢弹X 打开稍微看一下 里面是已经没有东西了啦 可能在这箱里面 又可能在其他箱内部 那这个外盒啦 暂时先把它留起来啦 希望后续是有机会找到本体 以前的卡片真的推很多啦 连魔戒的系列都有推收档卡 然后这个是多利多姿的 我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收到这个 这只战斗暴龙兽应该算是魔玩少数的正版公仔系列啦 非同后面的翅膀啦 它就会左摆以及右摆算是一个简易的机器官 我还记得也是以前在百货公司购买 整体来说啊 涂装是真的很细致 这个都是早期的扭蛋系列 以前转一颗只要30块 除了有一个完整的盒装之外 里面的车子啦 也都是会完整呈现 轮胎也都是有做一个基本的可动 早期的话呢 推出一套 假设是三台的车款 它其实是会有六种不同的款式 主要的颜色呢 还是会做一个简单的差距 至少以这样的方式来推出啦 比较省成本一些 魔玩以前投这个扭蛋也是投的非常非常的多 外来有机会啊 一定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早期的转单系列 稍微又再整理一下 这一箱的小东西真的太多太多了 目前的情况跟大家报告一下啦 整理出了这边呢 全部都是正版的数码宝贝 另外啊 盗版这边找到的数码宝贝也不算少 其中在角色的部分 这一只美美魔玩记得 以前是真的很稀少 以前夜市都会有专门卖数码宝贝 卖神奇宝贝的摊贩 那这只美美问了好多摊都是没有 后来啊其实也是透过哥哥的朋友 以前小时候啦 礼拜三是可以带玩具去学校 偶然之间就看到他的朋友呢 是带了这一只 后来也是请他朋友啦帮忙购入 没想到啦 连要买盗版都是这么的不容易 至于这边剩下的东西 魔玩也就等明天啦 再来跟大家分享 今天也就先到这边 哈喽大家好我是魔玩 今天是上一次整理之后又过了第三天 没有错啦中间的时间呢 魔玩在忙着剪片 今天持续啦要把这一箱给整理完毕 魔玩其实啊刚刚有先稍微整理一下 也因为上次有发现我们战斗暴龙的一些缺件 目前的话呢其实是已经很完整了 剩下最后头部上方的两个头脚 以及呢靠近下半身的这边应该还有一块护盾 小伯的地方呢 魔玩要找到最后的两只脚 不过啦也因为以前的接点是比较小 所以都是出现断欠的问题 这个的话呢还是需要另外打装才能来进行固定 剩下头脚以及下面的护挡有再找到的话呢 魔玩应该也就会优先先来修复这一只 暂时的话还是先把它收在我们的缺件箱 另外早期巧克力球里面的钢弹组装模型呢 魔玩这边也找到了几只 不过除了侧片这两只之外 另外都还是有缺件 甚至是只有找到一只脚啦 连身体在哪里都不知道 最后在箱子里面又找到了这一只 看起来是很眼熟啦 可是魔玩真的是想不起来哪一部作品 之前有找到这一只 有点类似机械狼的 感觉起来这两个应该是相同的系列 不知道魔玩有没有搭错啦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在留言告诉魔玩啦 希望呢是可以找得到这部作品 刚一箱的勇者王缺件 很幸运的在这一箱呢 有找到部分的零件 又再把它给凑齐 剩下最后头部啦 以及背后应该也是有一个 飞行背包的这种感觉 不过呢 坏消息是找到了这个零件之后 魔玩又意外发现了 另外一只相同的下半身 所以也就代表了有更多的零件 再会看一下这一箱啦 其实里面呢 应该是没有相同的东西了 一样啦 也就只能先放在缺件箱 找到一个超级迷你的太一 这一支是正版所推出的 今天的数码宝贝 也是有推出类似万能麦斯的这种主题啦 在一个大型的雅谷兽里面呢 就是一个小小的场景 除了有太一之外 魔玩记得呢 应该也是有暴龙兽 那一支的话啦 应该也还在后续的那几箱当中 开一的话呢 暂时先把它放在我们正版的公仔系列里面 其实数码宝贝也因为他的公仔 真的是推出非常非常的多 后期有一些盗版的制作技术 也是越来越漂亮 所以要来区分正版以及盗版呢 真的得要再多花很多的时间 那魔玩这边 其实也只能做一个大致的整理啦 有印万呆的字样 确定一定是正版的 魔玩就会把它放在这一箱里面 那剩下没有印的呢 其实有一些魔玩觉得应该也是正版的 但也因为不太确定啦 所以还是只能先把它收在我们的盗版箱当中 找到左腿零件啦 完成度越来越高 不过令人难过的消息啦 魔玩发现呢 他右手的这边呢 是直接出现断箭 值得庆幸的是 断箭的零件啦 是还有在这一箱里面 这只还是有部分的缺件 暂时还是只能回我们的缺件箱 希望后续是可以顺利找到 以前去朝推出的奇趣杯 魔玩记得是类似冰棒冰品的系列啦 那在里面呢 都会附上一个小小的玩具 没有错 当时也是跟着我们数码宝贝来进行联名 魔玩记得是有抽到最喜欢的雅骨兽 但是在这一箱里面呢 是没有看到任何的踪影 之后有找到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箱里面有很多积木的零件 不过都不是正版的 唯一有一个零件 魔玩觉得应该是正版的 就是当时呢 哈利波特第一集推出的时候 乐高有推出一系列 这个话就是当时在找钥匙的 其中一个小零件 不过呢 那个场景在这一箱里面是没有看到 未来再稍微寻找一下 卡片这边 最后再找到几张正版的 宝可梦卡片 都是1995年 最前面的这张啦 以卡矿大概八九集来说啦 至少还值个两三百块 还算是蛮不错的 找到飞机的记忆零件 是上一次飞机的残骸 不过这边仔细一看 它并不是接电 而是直接整支断掉 这也是以前比较便宜的组装模型啦 大概也就在四五十块钱左右 所以魔玩也就不打算修复了 直接丢掉啦 诶 这个是索拉的零件吧 要再找到一个头盖的零件 以前的索拉 魔玩记的头部的卡榫是比较松一点点 所以零件是很容易掉落的 没想到这一块残骸啦 竟然还保留在顶楼 那魔玩这边当然也就会继续保存 下面的护甲顺利找到剩下最后头部的两个零件 总算轻到剩下这样小东西真的超级多 剩下最后三个来来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第一个也就是这个小小的太空人 这个应该是出自于火柴和小汽车 以前有一个百变套组的系列 这个系列当中呢 所有东西都可以互相拆解互相替换 魔玩记得之前在地下室的箱子当中呢 是有找到部分的零件 所以魔玩也会把这些拿下去一起来进行收纳 接下来第二个要来跟大家分享的 没有错就是这一个我们铁盒系列 以前的话这个在超商又或者是玩具店呢 都有机会可以买到 里面的话呢主要就是一台小车子 当然也是可以来进行变形的 这系列魔玩大概买过三四台左右啦 定价也就在149块是很便宜的 而且呢可以看到也是正版的变形金刚系列 至于最后一个要来跟大家分享的 没有错就是前面有提到雀巢所推出的奇聚杯 以前是有送这个数码宝贝的公仔系列 当时的包装也是很简单啦 直接以这种塑胶蜂膜的方式 记得以前在加勒福啦也是买过好多好多 未来类似这样子的公仔啊都还有机会可以找到 至于剩下的东西毫无悬念啦 基本上也都抽不齐了 魔玩也就会直接丢掉 花了两天的时间总算把这一箱整理完毕 这一集的影片长度应该也会比较长一些 没有办法啦小东西要整理起来真的是很花时间 可以看到魔玩上面这边啦也都堆的满满的 未来还是需要其他的小收纳箱啦 来收纳这一些呢暂时有缺件的零件 之后有再找到啦想要凑齐还是会比较容易一点 今天的挖宝啊也算是收魂我满满 真的有找到很多以前的回忆 包括我们宝可梦的卡片啦 有机会再找到呢也是很开心的 未来一样啦魔玩也会再找时间啦 继续我们的挖宝系列 今天的话也就先到这边啰 我是魔玩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